我會一肩扛起這最艱困的一仗 霸氣拿出Godz 立委講萬安要一肩扛下 首都選戰成敗 宣告進入戰鬥模式 尤其北市疫情多點爆發 他火力全開 猛紅未來的可能對手指揮官陳時中 解封之後 一定會有一段時間 確認數字是上升 攀高 那相關因應的對策是什麼 也希望指揮中心邀請專家 學者盡快的規劃出來 疫情又升溫 國民黨議委會發出七點聲明 要陳時中防疫不能掩蓋真相 蔣萬安也加碼批評陳時中 防疫太過無端 我想各種看法都有 那基本上 我們在很多在防疫裡面 需要是快速 所以在整體的一個決策面上 那必然是要有決斷 所有在疫情裡面的 所有的事實 我們都一一的披露 選情隨著疫情同時加溫 另一名對手 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也被爆料聚餐沒戴口罩唱歌 蔣萬安也呼籲中央規定要更明確 我身為工作人物 民意代表我們在跑行程 一定是以最高標準來檢視 所以我會要求我自己還有我的團隊 非常的謹慎 然後更嚴格遵守指揮中心相關防疫的規定 北市選戰雖然藍綠白都還沒正式參選 不過隨著疫情再起 成為選戰攻防議題 歡迎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來打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按讚